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了中国去死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抗日时期就有3000多名的南侨机工 他们抛架弃子就算是死也要回去中国 而且就算他们不用刀枪武器 他们却是救了整个中国 我知道甚至还有人女扮男装 上演了现代版的花木兰 其实在70年前就有一批南侨机工 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 毅然决然的从南洋各地赶到了炮火连天的中面边境 当时候就是为了要抗日嘛 他们为了中国咆哮了在南洋的孩子棋子 甚至他们的事业毅然决然的就拿起了螺丝棋子 拿起了方向盘以及汽车零件 就赶到了中国去 那么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 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就回到了南洋继续生活 可是也有很多南侨机工失去了他们的性命 可是今天他们却普遍的被人们遗忘了 所以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南侨机工这件事 南侨机工的全称呢其实就是南洋华侨年轻司机和汽车修理机工 说到这个南侨机工啊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颠免公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清华战争全面爆发了以后 以成家更为首的爱国华侨啊他们就纷纷的捐款捐物想要救济中国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其实热军它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中国地区 而且也封锁了所有中国的海岸交通线 所以即使这些南洋华侨他们倾家荡产的去筹备这些物质还有武器 都没有办法送往中国去 所以当时候的中国政府呢他们就只好另寻披露 在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呢建起了一条颠免公路 然后也因为当时候其实就是抗日战争嘛 中缅边境的大部分男性呢都去投入了战争活动 所以这个颠免公路呢其实就是由当时在中缅边境 各民族20多万的老人妇女以及小孩 他们在崇山峻岭中呢就用双手把这条连接中国和缅甸的颠免公路建立起来 颠免公路全长1146公里 它穿越了6座大山5条大江 一直从中国云南昆明延伸到缅甸边境内 也因为颠免公路建立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 因此它的路况蜿蜒齐驱显向缓生 那人们如果它要从这里穿过去的话呢 首先它要先经过24道非常陡峭危险的湾 再来就是跨过非常急的河流 最后可能还要面对就是日本的敌机的轰炸 所以其实只要一不小心 他们就因为各种的理由而丧失生命 所以呢颠免公路其实它也被称为人类交通史上著名的死亡公路 那现在公路有了 汽车也有了连筹备的物资都已经筹备好了 可是缺什么呢 就是缺司机 然而中国在当时候是非常的贫穷以及落后的 他们全国就50%的人是稳忙 别说是驾汽车连修汽车都不会 那怎么办 基于这种情况 中国政府便招号了这些在南洋西方殖民地生长的华人回国帮忙 东南亚的华侨领袖陈家庚先生 也因此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 招号所有的华侨中年轻的司机以及技工回国参加抗争 是要与国家一同战斗 这些南洋子弟为了要回中国抗争 所以他们满腔热血踊跃的报名 就在1939年2月9日 在陈家庚先生的招号下 有超过了3193名的南洋机工 他们分成9大批 毅然的回国共赴国难 从事甸免公路的运输以及汽车维修等工作 凭借着手链的技术、智慧以及胆识 他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南侨机工出色的完成了他们的运输工作 但是也有1800多名的南侨机工是失去了联络或者是姓名的 那么在甸免公路上呢 其实每一天都会有机工牺牲的消息 这是因为呢 除了危险的路况以外 边边公路上还有另外一个隐形的杀手 他们称之为打霸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瘧疾 在1940年的时候 南侨总会特派员的报告中就有写到 机工司机患恶性瘧疾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大多数都面无血色 旧行狐脸、带病夺累 而且情况惨不忍睹 有一名南侨机工的生还者罗开胡 他就有表示说他曾经也患过瘧疾 他说他在患瘧疾的时候呢 其实是发着高烧的 而且瘧疾每一个小时都会发作一次 发作的时候啊 他是全身发抖 而且是没有力气的 到时候这位老机工他就在想 他拉着的整车都是均有物资 他就不想要去当一个前线的工作 所以即使他在发病的时候呢 他就停车然后在路边蹲上一两个小时就在发抖 等他不再抖了之后他就继续上车继续赶路 而且他是过了半年之后呢 他瘧疾的情况才慢慢好转 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这个老司机一样 那么幸运会好转的 因为当时的医药物资的缺乏 加上设备的简陋 很多人其实没有挨过去就死了 那其实呢在当时候除了瘧疾以及少部分的司机 是因为路况不熟 所以他们出了事故之外呢 其实大部分的牺牲都是因为遭到热军的轰炸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南桥机工也渐渐的摸清了敌军轰炸的规律 机工会在敌军轰炸时间内 把车停在拉蒙山上 借树林来隐藏起来 为了要躲避轰炸机 机工们还要藏在夜间行车 因此有很多的机工都在不经意间车毁人亡 再加上如果有一些是当场被热军抓到的机工 他们就会直接马上被火埋起来 一直到1942年5月 电缅公路因为路江桥上的汇通桥被炸而切断 运载军需物资的任务就此结束 这期间牺牲在电缅公路以及电缅散场上的南洋机工 超过了数以千人 也就是说平均电缅公路的每一公里 就会有一位机工牺牲 你知道其实当南桥机工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他们在招募机工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 明文规定这些机工必须是年龄介于20岁至40岁的男性 并且持有当地 也就是南洋的汽车驾驶执照 略识中文会讲普通话等等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符合资格的热血青年 他们就算不符合资格 他们也要参与所谓的抗日战争 一些年龄比较小的 他们就把他们的岁数报大 一些比较老的 他们就把他们的岁数报小一点 不管怎么样 他们就是要回去抗日 而且当中还有一些女生 他们甚至女扮男装 上演了现代花木兰的戏码 那当时候那些还没有驾照的华侨 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考到了这个驾照 即使他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 但是他们还是抛笑了他们在南洋的妻子孩子 还有优渥的生活 就是如日如何都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国家灾难当前 其中 并称华侨仇振会妇女部的职员白雪教 化名成了私下跪 随着激工队回国抗日 成为了马来亚华侨心中的金国英雄 然而其实他并没有告诉他的家人他这个决定 反而呢 他其实是留了一封书信告诉他的家人他即将离去 他封信是这样写的 家是我所恋的 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 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 因为生活就是斗争 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 正是青年发分效力的时机 这时候看见祖国厥迟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困难 如果自己能为祖国做一点事 就觉得此事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青年 他们真的是瞒着自己的家人去参与这个抗战的 一名来自马来亚吉兰丹华侨李璐全 他就在1939年参加了抗日后就音讯全无 一直到2004年 李璐全的父母呢 其实已经100岁了 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儿子 他们把他们的小儿子从美国叫回来 参加南洋鸡公联谊会在昆明召开的 纪念南洋华侨归国抗战65周年大会 他们就是想要找到李璐全的蛛丝马迹 可是最后希望还是落空了 2005年的时候 李璐全的父母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其实除了白雪椒和李璐全 还有很多很多不记名的南洋华侨 在滇满公路上牺牲了性命 他们在离开南洋这片土地前也曾高唱 再会吧 南洋你是我的第二个故乡这首歌 那后来幸存下来的南朝鸡公都怎么样了呢 参战三年的南朝鸡公们呢 他们就集体失业 有的呢就各谋生路 有的呢则无消息了 这些鸡公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群默默无名的老人 当时有的鸡公回归了生活 从事着不同的行业 一些鸡公应召继续从事军事运输相关的工作 比如继续参与昆仑关战役 或者是投奔八路军等 还有一些鸡公成了抗日各军的翻译员以及情报员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南朝鸡公他们后来是软上了毒瘾 落魄潦倒 有的是病死或者饿死在街头上 那其实近几年呢 中国都有在拍一些关于南朝鸡公的纪录片 当时这些幸存的南朝鸡公他们都是一字的说 只要祖国需要他们 他们就会马上过去 那其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 但是其实我的记忆里 我们是没有读过关于南朝鸡公的历史故事的 直到有网友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去做这个调查 我们才发现 原来马来西亚的华侨 就是还有这一段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是我们还没有去发掘到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关于这些 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故事 那其实在整个拍摄过程呢 我跟Joy都有速度就是哽咽 或者是就是眼睛泛红 没有办法继续拍摄 那其实真的我觉得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 要让它有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的加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吧 如果你觉得这次影片还做的不错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按下面的小铃铛以及订阅按钮 在一段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第一手消息 如果你有使用Instagram 你也可以搜寻Click at my 来follow我 或者是Joy的IG 红狐狸频道每天十分钟 陪你一起在生活中学习 拜拜